第176章,唐三的第六魂计,小五现身 其实,唐三固然吃惊,白鹤的惊讶却一点也不比他少 唐三此时并没有施展出五魂 而且如此不间断地使用瞬间转移,又怎么能不令白鹤惊讶呢? 他已经明白,唐三的瞬间转移不是来自魂环技能 那就必然是来自于魂骨了 一个拥有魂骨的年轻人 而且还是极品的不间断瞬间转移技能 白鹤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断追击能够尽可能消耗唐三的魂力 让他无法继续支撑施展这魂骨技能 香燃烧得依旧很快,两道身影不断闪现的过程中 一会儿就已经烧掉了四分之一的程度 在这短短的过程中,唐三已经瞬移了近百次 可见,白鹤的追逐速度有多么快速了 白鹤失望了,唐三依旧在不断地进行着瞬间转移 一点也没有魂力耗尽的意思 他又怎么知道,唐三施展瞬间转移的魂骨乃是十万年级别 十万年魂骨和魂环并不是施展技能 就要消耗巨大的魂力而产生强势魂技 而是消耗微乎其微的魂力产生强大的效果 这才是十万年级别魂环魂骨的最大好处 这也是为什么他被称之为魂世界最珍贵宝物的原因 骤然间,白鹤的身体突然停了下来 两道湛然之光从眼中迸发而出 身上的第七魂环率先亮起 在那黑色的魂环作用下 能够清晰可见地看到白鹤身上释放出一层层特殊的光彩 紧接着,他的身体已经悬浮在半空之中 手臂真的变成了翅膀 并拢得双腿变成了维羽 只是眨眼的功夫 这位敏之异族的族长 就已经化为了一只体长只有一米 一盏一米五左右的尖维羽燕 第七魂纪 五魂真身 看到白鹤的五魂真身 唐三同样停顿下来后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白鹤比他想象中还要难以对付 一般来说 五魂真身释放都会令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庞大 庞大的身体内才能承受更多的魂力 而眼前 白鹤这五魂真身却是缩小的身体 那可不是代表着他自身的魂力并未增强 而是被强行压缩 这样一来 他所爆发出的速度 恐怕也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更令唐三同孔收缩的是 当白鹤狮展出五魂真身 悬浮于半空后 围绕在身体周围的八个魂环 那最后一个也亮了起来 为了宗族的利益 这位纯敏系强大的魂斗罗 要全力以赴了 伴随着那最后一个魂环的闪亮 刹那间 悬浮在空中的尖维语焰 由于变成了五 同样是分身技能 但作为第八魂计的分身 绝不会简单 白鹤这个第八魂计施展后 每一个分身 都会拥有与主体同样的速度和防御力 当然 他那防御力在同级别魂尸中 也可以被忽略不计了 但更加重要的是 眼前包括他原本的本体在内 全部五个身体 可以说每一个都是真的 也可以说每一个都是假的 也就是说 在他自身控制的情况下 随时可以让任何一个分身 变成本体 也可以让任何一个 本体化为分身 对于攻防能力都不高的 敏之一族来说 这个技能可以算得上是 逃跑绝技了 哪怕是当今天下 最强大的封号斗罗 也不可能在面对 五名白鹤这种速度的魂尸时 还能将他的分身都拦住 而哪怕是 只要有一个分身逃离 他也能够瞬间远顿 当然 对于敏之一族来说 拥有了这五个分身 在他们最擅长的侦查时 就可以做到肆无忌惮 只要留下一个分身 在安全的地方 其他分身 就可以去最危险的地方探查 这看似并不算强势的 第八魂技 却是妙勇惊人的 身影一闪 五只肩尾羽焰瞬间分开 那恐怖的速度 几乎和唐三使用的 瞬间转移 没什么区别 能够用移动的速度 在人视觉中 产生出瞬间转移的感觉 可见现在的白鹤 在速度上 有多么恐怖了 这也不禁令唐三联想到 泰坦和牛高 要是发挥出全部实力 他们的力量和防御会 达到怎样程度 不过 此时他也根本没有心思 去思考太多 因为 他所承受的压力 骤然大增 在这种时候 唐三也不敢有 任何实力上的隐藏了 除了双眼内 近视紫金色之外 一览一摆两圈光环 同时从他脚下散发开来 瞬间已经笼罩了整个大厅 令对手减速 就是对自己增速 在杀神领域的作用下 就算是魂斗罗 也会产生一定削弱作用 尤其是白鹤这样 攻防不强的 纯敏戏魂师 而蓝银领域 无疑会令唐三的 精神力达到最强程度 更好地掌控周围的一切 领域全力释放的唐三 顿时给人一种不同的感觉 冷酷 暴力 凶利的气息 伴随杀神领域传出时 令在场所有人 都击凌凌地打了个寒战 而当蓝银领域笼罩过来时 在那充满寒意的感觉中 他们又感受到了 同时出现了 怎能不令人感到怪异 更令包括白鹤在内 所有人感到震惊的 还是唐三那五魂的释放 毫无疑问 唐三释放的是他的蓝银黄 两黄 一紫 两黑 一红 灿烂的六个魂环 出现那一瞬间 会客厅内的空气 似乎也随之凝固了 先前刚刚拜在唐三手中的白尘香 那双大眼睛中 再没有了不甘 全部换成了不可置信的光芒 他终于明白 自己拜得并不冤枉 他竟然是六魂魂帝 用力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白尘香以为自己看错了 因为那闪耀着的六个魂环中 最后一个竟然是红色的 那妖媚的红光 甚至连唐三第四魂环 就已是黑色都已经掩盖 整个会客厅内 再也没有什么 能与那红环相比的色彩 化身为尖尾语焰的老白鹤 也同时呆了一下 红色代表着什么作为 魂师他怎会不知 但他的第一感觉 与孙女一样 怎么可能 十万年魂环 怎么可能出现在一个如此年轻的青年身上 而且还是第六魂环 唐三脸上流露着淡淡的神光 精神力全部锁定在那五支尖维语焰身上 以他的经验 当然不会认为这五支尖维语焰 分身会有假的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那五谷近乎一模一样的气息 精神力配合蓝莹领域的探测 是不会有错的 所以 在接下来的比试中 他将要面对的是五个急速飞行的超强纯米 香已经燃烧过半 白鹤在短暂的震惊之中 很快就行转过来 不论眼前的青年有多强 他首先要做的 就是击败这个青年 五支尖维语焰同时动了 五道身影瞬间化为五条线 在会客厅内穿越而过 就是那一瞬间 距离地面一米飞行的尖维语焰 几乎控制了整个会客厅内的绝大部分范围 唐三的瞬间移动 几乎是抢先施展 在他的精神力感受到对手魂力波动的时候 他就已经闪了出去 他知道 从这一刻开始 自己的瞬间转移 已经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必须要不间断地持续闪烁 才有可能闪躲开那急速的追逐 但是 唐三还是低估了此时白鹤的速度 五支尖维语焰 分别控制了会客厅内的五个范围 当唐三瞬间移动刚出现的时候 他几乎就看到了 尖维语焰出现在面前的鸟嘴 唐三能用精神力锁定白鹤 白鹤这样级别的魂斗罗 又怎么会不锁定他呢 唐三只要一出现 在精神力的牵引下 白鹤就会自然出现在他面前 速度之快 足以与他的瞬间转移媲美了 幸好唐三的反应很快 在身体闪现的瞬间 就已经做出了反应 上身猛地后甩 做出一个铁板桥的动作 而整个身体 也就在这个动作中 再次瞬移出去 这才显而又显地 避过了白鹤的追击 不过 对于唐三来说 这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等待他的 还有更大的困难 白鹤的速度全部爆发出来 纯粹的速度 已经令任何技巧 都显得那么苍白 唐三身体再次出现的时候 后仰的他毫不犹豫地 侧向翻滚 这才在瞬移的刹那 闪开了白鹤的追击 白鹤所抓的 竟然就是他两次瞬移之间 那还不到眨眼功夫的刹那 白鹤此时心已定了下来 照眼前的情况发展 唐三已经很难躲上了 但是 唐三的下一次瞬移 却出乎了白鹤意料之外 这次 唐三在出现的时候 整个人已经在半空之中 最为奇特的是 白鹤化身的一只尖维羽燕 只能从他脚下掠过 白鹤的预判 没有任何问题 哪怕是通过瞬间转移到空中 在下次瞬间转移之前 身体也会随之下坠一点 可是 唐三却并未下坠 反而是向空中上升了几分 这就令白鹤的铺鸡 毫无用处 而也就在这时 白鹤清楚地看到 唐三身上的第六魂环 也就是那代表着 十万年的红色魂环亮了 唐三从未使用过的第六魂计 终于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一个淡淡的虚影 从他身前浮现出 尽管那身影是虚幻的 可是 却丝毫没有减弱他的美感 乌黑亮丽的长发 编成整齐的蝎子 便捶过小腿 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中 带着淡淡的悲伤和满足 动人的身段 修长的双腿 他的每一处 看上去都是那样完美 哪怕是那一项 自询美貌的白尘香 看到从唐三身前浮现的 这个身影时 整个人也不禁呆了一下 也就在他出现的同时 唐三身体周围的空间 突然变得扭曲了几分 令白鹤化身的 无知尖尾语焰 仿佛都从虚幻中穿过 并未碰到唐三的身体 看到这美丽的身影 唐三的目光 已经无法克制地呆滞了 微红的双眼 略微颤抖着的身体 显示着他此时 无法抑制的情绪 是的 那虚幻的身影 正是小五啊 他那淡淡的身影 在空中轻转 面向唐三 一只柔嫩纤细的小手抬起 落在唐三的面庞上 没有任何实体接触的感觉 他也不能出声说话 但是 来自灵魂上的碰撞 却令唐三的泪水 不可一指地流淌下 此时此刻 他甚至已经忘记了 自己正在于白鹤的鄙视当中 对于他来说 除了眼前这张娇言之外 一切都已经变得不再重要 红色的光芒 围绕着两人的身体 剑围语焰先后数次掠过时 穿越的只是扭曲的光芒 却始终无法接触到唐三 他当然无法说 唐三这是犯规的行为 不错 唐三此时施展的魂迹 确实不是纯速度的比拼 可是 白鹤的第八魂迹敏分身 不也同样不是速度吗 这一刻 虽然唐三没有开口说话 他身前那动人的虚影 也并没有做出什么举动 只是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面庞 可是 他们之间产生的那种情绪 却渲染在这会客厅内 感染着每个人 小心翼翼地抬起双手 唐三虚抱着面前的虚影 这第六魂迹 并不是他自己施展的 在此之前 他也只是对第六魂迹 并不十分清楚他的效果是什么 他不愿意施展第六魂迹 就是不希望在施展魂迹的时候 令自己重心感受到 那撕心裂肺的痛苦 但是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第六魂迹 竟然会在他最需要的时候 自行绽放 而且 他还看到了 那令他魂迁梦绕的绝美 那不只是一点点的感动 此时此刻 唐三的心已被胀满 胀满得没有一丝缝隙 一生之中 他从未像现在这样 渴望一件事 渴望让怀中的人 真正回到自己的怀抱之中 唐三的身体 在那宏光的影响下 也变得有些透明了 这就是他的第六魂迹形态之一 虚无 虚无 免疫一切非能量形态的物理攻击 削弱任何能量攻击50% 这看上去 只是一个辅助技能 但是 免疫一切物理攻击的能力 是何等霸道 正是在这个技能作用下 白鹤所能穿越碰触的 就只有虚无 四目对视 唐三心中的感受 却如同过山车一样 如果他早知道 在施展这个魂迹的时候 会让他再次看到小五 那么 他一定会天天释放 每天面对自己的爱人 哪怕只是能看到他 他也满足了 虽然这只是小五的幻影 但从那动人的双眼中 他看到了小五的情绪 感受到了小五对自己的思念和爱 灵魂的碰触 令他真切地感受到 自己的小五并没有死 他还活着 而且就依附在自己身上 小五用手轻抹着唐三脸上的泪 可是 他只是虚幻的身影 又怎么能将那泪水抹去呢 他眼中的不舍与思念 悲伤与欣慰 无不深深地感染着此时的唐三 突然 唐三心中一惊 因为通过魂迹地 释放他感受到了一些魂迹的特质 他发现 小五的灵魂 确实依附在这第六魂迹之中 而且 使用这个魂迹 几乎不会消耗自己什么魂力 只是 小五却不能出现的时间太长 不消耗自己魂力 是以消耗小五的灵魂之力为代价的 一旦小五的灵魂之力消耗过度 那么 他就会真的消亡 平时的他 还是必须要在自己体内 才能保持灵魂之力的完整 也就是说 为了不让小五受到伤害 每次使用这第六魂迹 必须要尽可能地短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 确保小五的安全 自己想要 通过使用魂劲 一直留他在身边 是不现实的 白鹤前辈 我认输了 唐三轻搂着小五 飘身落地 在他那坚定而执着的眼神中 小五有些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这才不舍地重新融入到 那绚丽的红色魂环之中 他们虽然不能交谈 但却可以通过灵魂的碰触 感受到对方的情绪 唐三也不知道 小五的灵魂之力 每次能坚持在外面多长时间 但他绝不会冒险 他已经下定决心 以后绝不使用这第六魂迹 不让任何伤害小五的可能出现 和小五相比 收服敏之一族 还那么重要吗 五道身影合而为一 白鹤不解地看着唐三 你为什么要认输 我还没有碰到你 唐三摇了摇头 不 我输了 我施展的第六魂迹 已经不再是 与您在速度上的比拼 他当然不会说 自己是因为小五才这样决定的 而此时此刻 他的心也完全沉浸在 与小五中风后的感动之中 对于眼前的一切 也变得不是那么在乎了 白鹤叹息一声 不 你没有输 我的第八魂迹 也同样不是纯粹的速度增幅 我既然施展了分身 来增强自己的速度和控制范围 你自然也可以施展 避免被我碰触 这是公平的 继续下去 输的只会是我 虽然我不明白 你那魂迹的效果究竟是什么 牛高站起身 哈哈笑道 行了 你们也不用相互谦虚了 我看这样好了 老白鹤 你没输 唐三 你也没赢 这场比试 就算是交个朋友 不分胜负 这样总行了吧 大家皆大欢喜 走走走 咱们喝酒去 老杨那肝破腔 恐怕有明天才来 我们今天先喝个痛快再说 不论从年龄 身份 等级 白鹤都不愿意占唐三的便宜 牛高的说法 也是他能够接受的 但是 他的心还是沉甸甸的 唐三展现的只是他的速度 但以他的实力当然看得出 唐三绝非是一名闽宫系魂师 非闽宫系的魂帝 与自己这纯闽魂斗罗 都能抗衡那么久 如果真要让他形容的话 那么 眼前这个青年 只能用怪物二字来描述 而且 这场比试 虽然以平局收场 之前他输掉的那一百金魂币 可是实实在在的 等聚会结束 真要这么回去的话 恐怕敏之一族就要断粮了 众人一起向餐厅走去 一边走 白鹤香故意落在后面 用脚踢了踢胖子 马洪俊不但没有发怒 反而是大为惊喜 赶忙一脸谄媚地 看向白鹤香 压低声音道 美女 有事 白鹤香低声问道 那个 那个唐三和你是朋友吧 马洪俊点点头 得意地道 我们是最好的兄弟 他是我们唐门宗主 我是副宗主 嘿嘿 白鹤香对马洪俊说 他是副宗主 一点也不怀疑 之前胖子也展示过 自己的实力了 尤其是那强大的凤凰武魂 给他留下了 极为深刻的印象 胖子的显摆 还是成功的 那他的那个 第六魂环是怎么回事 真的是个十万年魂环吗 可是 又怎么会 幻化出个美女来 而且 好像那时候我爷爷 也拿他没办法似的 马洪俊脸色微微一变 他还是知道分寸的 唐三的第六魂环 不但是他的秘密 而且也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不足为外人道也 胖子虽然喜欢美女 但却绝对知道分寸 不该说的 他也不会说 无奈地摇摇头 美女 这你就别问了 自己看吧 我只能说 三哥是我见过的 最出色的魂师 哪怕是那些封号斗罗 在我眼中 也比不上他 我相信 有一天 三哥一定会站在 这个世界的巅峰 白鹤香有些不满的 又踢了胖子一脚 还副宗主呢 连这点事都不敢说 我看你就是他一个跟班 胖子脸色一整 随便你怎么认为吧 我和三哥的关系 又岂是你能明白的 说完 他骤然加快脚步向前而去 不再理会白鹤香 白鹤香愣了一下 他对自己的魅力很有信心 也看得出 胖子对自己的那点龌龊心思 可此时那已经走在前面 身材厚重的胖子 看上去却有些不一样了 他虽然胖 但正经起来的时候 身上会自然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霸气 难道 那是来自白鸟之王凤凰的气息吗 胖子当然不知道白鹤香在想什么 但他可以肯定的是 自己与这个美女恐怕无缘了 他虽然喜欢美女 但却一向奉行 女人如衣服 兄弟如手足这条真理 当然 小五 宁荣荣和朱竹青 在他眼中不只是女人 也是兄弟 再次坐到酒桌上 唐三发现白鹤的酒量 与泰坦和牛糕是不能比的 也没用大碗喝 酒菜虽然很好 但从一坐上酒桌 他就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还不时看向自己 此时 唐三已经从心中的感动中 渐渐恢复过来 情绪也逐渐恢复了兴奋 至少 他可以肯定 小五真的没死 而且一直都和自己在一起 水乳交融地在一起 这就足够了 只要他还活着 还真实地存在 自己就一定会将他复活 白鹤前辈 我敬您 唐三端起面前的酒杯 向白鹤示意 白鹤在牛糕的特意安排下 左边坐的是泰坦 右边就是唐三了 与唐三喝了一杯 白鹤轻叹一声 道 当今天下 真是一代新人换救人了 从你这年轻人身上 确实折射出我们这些人 已经老漫 今后的魂世界 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天下了 唐三微微一笑 道 前辈 我也不瞒您 我的父亲明会是唐浩 白鹤的身体骤然一僵 猛地抬起头 看着唐三的目光 也骤然变得凌厉起来 唐三依旧是一副 怡然自若的优雅 并没有因为白鹤情绪上的变化 自己有什么反应 白鹤目光 在转向牛糕和泰坦 你们是知道的 对不对 牛糕点点头 他是泰坦带来的 刚开始 我和你的反应一样 不过 这小子虽然来自浩天宗 可是他代表的只是自己 并不是代表浩天宗而来 而且他的唐门 也永远不会 并入浩天宗之中 是单独存在的 坦白跟你说吧 我和老星星 都已经决定带领自己的宗族 加入唐门之中了 唐门暗器你也看到了 以后这就是宗门的主营 老星星负责制造 我负责建设宗门 怎么样 老白鸟 你也带着敏之一族来吧 要是唐三亏大你 我们也不会答应啊 有什么不顺心的 咱们还随时可以把手不干 还有比这再优厚的条件吗 这宗门 根本就相当于是咱们自己的 而且 刚才我说的 也不都是骗你 昨天 忽颜阵带着他 向贾宗的人刚来过 我这欲之一族 也干不下去了 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 才让我下定决心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 现在我们还活着 勉强能带领宗门混口饭吃 可是 你就想看着我们单属四宗族 渐渐没落下去吗 实话实说 我们单属四宗族 都不适合单独生存 优缺点都太明显了 这唐门 就相当于是我们四宗 重新结合在一起 唐三宗主 就是我们的年和祭 白鹤听着牛高的话 不禁双眉倒数 好啊 你们两的老东西 刚才是故意给我下套的 居然一起骗我 牛高和泰坦 不禁都笑了 泰坦道 你这人一向傲气得很 不给你点心理落差 你能那么容易接受吗 老板娘 我们兄弟 已经多少年 没有生活在一起了 少主的性格我很清楚 他的天赋你也看到了 相信你也发现 为什么少主出身好天宗 而五魂不是好天锤呢 并不是 他没有继承好天宗直系血脉 而是因为少主本身乃是双生五魂 只要我们好好辅佐他 未来的少主 一定会带领我们唐门 在魂世界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五魂殿固然强大 可是 我们只要背靠两大帝国 根本就不需要怕他们什么 来吧 老板娘 你们敏之一族 不是渴望强大吗 有了咱们唐门的暗器做保证 还怕实力不会增加吗 今天你看到的 这些暗器还只是最基础的 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加厉害的暗器制造出来 白鹤被这一连串消息冲击得有些难以消化 猛地干掉面前的烈酒 看看牛高 再看看泰坦 一时间眼中神色依旧有些犹豫 他并不是信不过牛高和泰坦 大家都是老兄弟了 他们先前虽然骗了自己 但也是好意 可是 他却不得不考虑到一些其他因素 这件事 老杨知道了吗 白鹤沉声问道 牛高和泰坦对视一眼 泰坦道 他还没来 老杨阳来了 我们也会尽量争取他的 只是以他那脾气 还真不好说 少主不论怎么说 也是出身于浩天宗 老杨阳对浩天宗的怨念太深了 恐怕不好说服 白鹤叹息一声 道 我明白 你们也都是好意 我们敏之一族 也确实很艰难 但是 老杨阳对我有恩 这些年来你们不知道 他们破之一族的收入是最大的 老杨阳一直在支援我 才能令我保留下 这最后一丝尊严 如果老杨阳和他的破之一族不加入 我绝不能独自而去 在单数四宗族的四位族长中 泰坦和牛高的感情最好 而白鹤与破之一族的族长关系 更加亲密一些 而破之一族族长为人孤僻 不太和泰坦 牛高的胃口 关系虽然也过得去 但也算不得太亲切 一听白鹤这话 两位老族长的眉头都皱了起来 白鹤的心情 他们能够理解 可是 如果就这么放弃了 他们也实在有些于心不甘 很明显 白鹤是动心的 唐门暗器对他的吸引力相当大 还有他们这些老兄弟的存在 正在这时 唐三开口了 白鹤前辈 那这么说 如果破之一族同意加入我们唐门 你也会带领敏之一族加入了 白鹤看了唐三一眼 思索半赏后 道 如果你们能说服破之一族 那么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难道我们敏之一族 还能单飞吗 只是 年轻人 不是我没提醒你 老山羊那家伙 可不像老猩猩和老犀牛这么好说话 我最了解他 他不但为人孤僻 而且刚愎自用 要不是如此 或许当初破之一族的损失 也不会那么大 想要说服他 绝非一事啊 唐三想了想 啊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我会尽可能地说 服破之一族加入 如果真的成功了 单属四宗族 就又可以团聚在一起了 在单属四宗族中 通过泰坦的介绍 唐三最看重的 就是立之一族和破之一族 立之一族的铸造 破之一族的制药 都是唐门最需要获得的支持 所以 对于破之一族 他势在必得 他也想好了 要如何征服那对浩天宗 拥有最大敌意的种族 泰坦和牛高也不明白 唐三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他们可都知道 那只老山羊 绝非实力就能征服的 话都说开了 唐三又向白鹤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唐门未来发展的方向 并且详细地介绍了一些 唐门暗器的特性 令白鹤对唐门的了解 深刻了许多 期间 唐三表示 愿意将自己 闪躲白尘香追击时 所用的鬼影迷宗布 传授给敏之一族 令白鹤心情好了许多 就只剩下 对破之一族的担心了 从表面上来看 他基本已经倾向于 加入唐门 尽管敏之一族 没有玄天宫打底 但他们在速度上的优势 实在太明显了 唐三之 需要将鬼影迷宗布的一些技巧 传授给他们 就足以产生作用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众人带着各自不同的心情 回房间休息 临出餐厅之前 白鹤叫住唐三 唐宗主 还未请问 你今年贵更 唐三愣了一下 晚辈今年二十岁 白鹤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点了点头 这才带着一脸吃惊之色的孙女 白尘香走了 第177章 水晶血龙餐 马洪骏凑到唐三身边 低笑道 三哥 看来咱们这年龄 还真是唬人啊 不行 我也要赶快修炼到六十级 这六个魂环看着的感觉 和五个就是不一样 那白尘香长得还真不错 你说 以后我是副宗主 有没有潜规则他的机会 唐三看了马洪骏一眼 拍拍他的肩膀 胖子 想要真正得到对方的爱 首先就要付出自己的爱才行 付出的多 虽然不一定 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 可是 如果你什么都不打算付出的话 那就肯定什么也得不到 你要真想追求人家 就拿出点诚意来 马洪骏没想到 唐三竟然会在感情上教导自己 论面对女人 自己可是比他多得多 唐三确实就只对小五一个人动心 可事实上 他在感情上体会过的东西 却比马洪骏多得多了 马洪骏对女人 是由欲望而起 唐三却是纯粹的爱 正是因为今天他再见小五 才会有所感触的 对马洪骏说出这番话 一夜无话 清晨 唐三依旧在黎明前 就从修炼中清醒过来 低头看向趴在自己身边的小五 他睡得正香 肉乎乎的身体 像个白色的小球似的 似乎毛发根部的金色 生长得更多了一些 周一看去 有些晶莹交灰式的感觉 轻轻地摸了摸小五的毛发 唐三站起身 打开窗户 让外面清新的空气 涌入房间之中 他没有再去看小五 因为他怕自己忍不住 再将魂魂中的小五召唤出来 小心翼翼地将小五收入百宝囊中 这才翻身上房 进行每天的必修课 紫棘魔童的修炼 远处的东方 渐渐露出一抹鱼肚白 熟悉的紫气 伴随着唐三呼吸吞吐而来 紫棘魔童 自从唐三吸收了那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后 就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 虽然唐三依旧在不断地修炼 可是却一点也感觉不到他的进步 不过唐三依旧不会停止 修炼紫棘魔童 早已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而且 吸收那紫气 对他的玄天功也有好处 魂力稳固在66级的层面上 唐三虽然一直在苦修 可都是在稳固自己的魂力 没有加速吸收向上突破 他知道 以自己的年龄达到现在的级别 已经相当突出 一定不能盲目躁进 不论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小五 能够拥有强大的实力 绝非只是运气产生作用 唐宗主 你是我见过最勤奋的年轻人 唐三有些惊讶的侧头望去 只见白鹤就站在自己 距离大约20米的 一座房屋房顶上 正舒展着自己的身体 不愧是敏之异族的组长 在没有释放精神力探测的情况下 他的到来 唐三竟然没有听到一点声息 白鹤组长过奖了 晚辈只是习惯 每天早上的修炼而已 白鹤在唐三修炼紫禁魔童的时候 就已经来了 虽然他不知道 唐三是怎样修炼的 可他在修炼实验中 喷吐出的紫金色光芒 几近两尺 甚至在20米外的他 都会感到无形压力 20岁 六环魂帝 昨天晚上白鹤思索了很久 脑海中都是白天唐三的表现 白鹤微微一笑 身形一闪 已经来到唐三身边 你父亲他还好吗 唐三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白鹤居然 会询问到自己的父亲 他们不是都对浩天宗很有怨念吗 当初的事又是父亲引起的 轻叹一声 不太好 父亲为了回报浩天宗 偿还当年对宗门造成的罪孽 自断两支 将魂骨归还了宗门 啊 白鹤轻啊一声 他还是那么容易冲动 就是因为这不好的习惯 当年才 看着眼前的唐三 他仿佛又看到了 当年意气风发的唐浩 唐浩可以说是 他们单数四宗族组长 看着长大的 其中 唐浩合力之一族组长 泰坦关系最为亲密 除了修炼以外 大多数时间都和泰坦在一起 缠着他学习铸造 而除了泰坦之外 白鹤与唐浩的关系 也相当亲密 小三 私下里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白鹤低声道 唐三点点头 当然可以 你是长辈 白鹤轻叹一声道 老星星和老犀牛这两个家伙 早就知道我会妥协的 你那些唐门暗器确实出色 但还并不是让我妥协的真正原因 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 在破制一族同意的情况下 加入你的唐门吗 唐三有些惊讶地 看着这高傲的老人 摇了摇头 白鹤道 因为从辈分上来说 你应该叫我一声救爷爷 你的奶奶是我亲姐姐 什么 唐三大吃一惊 看着白鹤的目光顿时变了许多 父亲从未给他讲述过什么 关于浩天宗那亲戚关系 他怎么也想不到 眼前的白鹤组长居然和自己有亲戚关系 白鹤眼中流露出一丝回忆的光彩 我姐姐死得早 那时候你父亲都还很小 唐笑 唐昊 这两个孩子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他们都是浩天宗的一代天骄 尤其是你父亲 天赋异禀 修炼之快 让我们这些附属宗门的人 都不知该如何评价 当初浩天宗宣布封闭的时候 我们这些附属宗门都自行离去了 可我从来没有怪过你父亲 我知道 他虽然冲动 但却绝不会因为冲动 而做出如此莽撞之事 必然是有什么特殊原因 才导致了 他与五魂殿结下那样的深仇大恨 看到唐昊有你这样一个儿子 我真的感到很欣慰 破之一族今天上午毕道 在他们到来之前 我给你说说杨无敌这个人吧 哦 杨无敌就是破之一族的族长 年纪比我还要大上半岁 唐三聚精会神地听着 他早就从太太那里听说 白鹤与杨无敌的关系很好 白鹤道 杨无敌这个人有很多缺点 刚愎自用 比我还要高傲 实力在我们单属四宗族的族长中 是最强的 别看他魂力 只是和我差不多的级别 但真要动起手来 恐怕老猩猩和老犀牛 都不是他的对手 因为他们的防御 还不足以抵挡住杨无敌的那个魄子 杨无敌这个人 除了修炼之外 就只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破之一族传下来的制药术 对于炼制各种药物 他有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兴趣 每每会因为炼药 而几天几夜不眠不休 所以 药物可以说是他唯一的破绽 你想要说服他 不论是以情感人 还是以利夫人都没用 况且 你现在的实力与他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 只有从药物上下手 才有可能让他就范 这个你拿着 一边说着 白鹤从自己的浑倒器中 摸出一个盒子 递给唐三 那是一个洁白的玉盒 长约一尺五寸 宽半尺 通体银润 是上等的羊枝白玉 雕琢而成 舅爷爷 这是 因为白鹤的身份关系 唐三已经改了称呼 白鹤微微一笑 这是我无意中得到的 也算是敏之异族的传家宝了 当初我得到他以后 就一直收藏起来 最怕被杨乌迪那家伙看到 这次为了说服他 不得不拿出来了 我想 有他的存在 至少可以让杨乌迪这老家伙 对你的态度好点 我们的事 也就大有机会 杨乌迪虽然刚愎 但多少还要给我们三的老家伙 几分薄面的 唐三小心地开启玉盒 顿时 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 从玉盒中传出 在那玉盒之中 静静地躺着一株 史鱼长的人参 人参并不足以令唐三吃惊 虽然这株人参个头不小 可也并不算罕见 真正令唐三吃惊的是 这株人参的颜色 这是一株通体血红的人参 而且是那种晶莹剔透的血红 人参表面有一层明显的凸起 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特殊的图案 这个图案 就像是一只 飞腾于九天之上的五爪巨龙 吞咽了一口唾液 唐三在抬头看向白鹤时 白鹤却已经鸿飞鸣 只有他的声音传来 不要拒绝 小三 这就算是救爷爷 送给你的见面礼吧 明知一族的未来 救爷爷今后 就交托在你手上了 我相信 我不会失望 你比你的父亲更加出色 唐三心中涌出的 绝不只是一点点感动 眼前这株特殊的人参 哪怕当初在冰火两眼周围 他也没有得到 他很清楚 这株人参的价值 有多么巨大 这是一株水晶血龙餐 如果说万年九品身亡 乃是人参中的帝王 那么 水晶血龙餐 就是人参中的帝王 对于水晶血龙餐 有这样一种说法 那就是 水晶血龙 天生八品 万年进化 所谓的万年九品身亡 其实就是生长了 超过十万年的仙餐 而水晶血龙餐 却在刚刚生长出来时 就已经是八品 只需要万年修为 就足以进化为九品 可见其珍贵程度 唐三看着那修长的血色身须 他明白 自己手中的 这株成型水晶血龙餐 至少也有五千年的寿命 虽然他被存放在手中的玉盒内 但却在通过玉盒 吸收天地精华 依旧在缓慢地生长着 与自己将来要去找的 万年九品身亡相比 这株水晶血龙餐 其实也就是差了那么半品而已 如此珍贵的他 绝非用金钱能够衡量的 在敏之一族在困难的时候 白鹤都没有将他拿出来 可见对他有多么重视 可他竟然就这么把他给了自己 难怪自己这位旧爷爷 会有这么大的把握 通过这株水晶血龙餐 能够打动破之一族的组长了 同样惊炎药物的唐三 也明白这东西的作用 论功效 他绝对是先品之列 甚至足以与小五吃下的那株 幽香起锣先品相比 正在唐三站在房顶 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 突然 他感觉到自己腰间如动了一下 低头看时 之间一个可爱的小鼻子 从如意百宝囊中探了出来 而且在不断地耸动着 一边动着 他的整个头也露了出来 一双红色的小眼睛 眨压眨地 看向唐三手中的愈合 脖子伸长 身体也渐渐探了出来 唐三吃惊地看着露头的小五 这水晶血龙餐的味道果然霸道 居然连在如意百宝囊中 沉睡的小五都露头了 而且 看他那蝉咸欲滴的样子 似乎对这株水晶血龙餐 是相当的感兴趣 要知道 唐三如意百宝囊中 存放的上等药槽可是不少 可小五却从未对他们心动过 为了怕他误食 唐三将他放入自己 如意百宝囊中时 始终都会有一丝精神力 跟随着他的身体 一旦他要乱吃 唐三也能最快地反应过来 可从小五变为兔子到现在 却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但眼前的小五却变了 他那双小眼睛中的渴望 几乎就是赤裸裸的 这还是 唐三第一次从化为兔子的 小五眼中看到这种情绪产生 他能吃吗 唐三绝不是不舍得 手中的水晶血龙餐 欠下白鹤的人情 他一定会还在敏之一族身上 可是 小五这兔子的身体 能够承受得了水晶血龙餐的药效 要知道 水晶血龙餐的药效 一向是以霸道著称的 正在唐三犹豫的时候 突然 如意百宝囊中的小五猛一发力 竟然就那么窜了出来 速度奇快无比 唐三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只就喜欢睡觉的兔子 居然也有如此速度的时候 等他反应过来时 小五已经一口咬住了 那株水晶血龙餐的躯干位置 其实 吃过相思断肠红的这只兔子 身体条件比普通兔子 不知道强过多少倍 更何况 小五原本就修炼过十万年啊 他这肉体 又岂是普通兔子所能媲美的 小五 唐三心中一急 赶忙想去阻拦他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只觉得身上一热 自己并未控制的五魂 竟然透体而出 六个魂环同时出现的同时 那由小五凝聚成的血红光环 瞬间释放 左约那令唐三魂牵梦绕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不同的是 这一次那带着小五魂魄的 虚幻身影强行出现 并非唐三受到了威胁 而是因为那气息 唐三抬头向小五看去 他发现 小五眼中 竟然完全是惊喜的情绪 小五 你的身体可以承受着 水晶血龙餐的药效吗 唐三焦急地问道 此时 那水晶血龙餐的枝叶 正在被小五本体 大口大口地吞咽着 虚幻的小五注视着唐三 眼中尽是惊喜之色 毫不犹豫地 向唐三点了下头 可就只是这一个简单的动作 却令他的身体 顿时虚幻了几分 尽管小五的灵魂 是注入在这魂环之中的 可是 如果他用自己的灵魂 去强行控制这幻影 做一些飞魂剂的动作 就会大量消耗他的灵魂之力 感受到灵魂消逝 小五赶忙收敛 光影一闪 重新没入唐三身上的魂环中 消失不见 唐三目瞪口呆地看着 已经霸占了自己右手小臂位置 把屁股撅着朝自己 头扎在浴河内 毫不客气 吃着水晶血龙餐的小五 有了小五魂魄那瞬间的肯定 让他放心了许多 想来也是 有相思段长虹改造身体 还有曾经十万年的修炼 小五这本体的承受能力 又怎么会差呢 看他刚才的表情 这水晶血龙餐对 他应该有很大的好处 这样一来 小五复活的希望就更大了 想到这里 唐三也顿时兴奋起来 他当然不能在这里继续待着 赶忙保持身体稳定地跳下房 回到自己的房间中 看着小五大快躲一 这株水晶血龙餐 看着虽然不小 可里面却大都是枝叶 在小五的用力瞬息下 一会儿的功夫 就只剩下了干瘪的表皮 可就是这样 小五还是没有放过他 连那干瘪下来的餐体 也都吃了下去 在整个吃的过程中 唐三就已经看出小五的变化了 毛发出原本只有根部被渲染的金色 以肉眼可变的速度蔓延着 一会儿的功夫 小五就已经变成了一只 金黄闪烁的兔子 最令唐三感到怪异的是 随着小五吃下那株水晶血龙餐 他身上开始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 并不是水晶血龙餐之前散发的那种 而是一种令人闻之如痴如醉的清香 变化还没有结束 小五的毛发 在全部变为金黄之后 毛发根部又发生了变化 此时 他已经完全吃掉了那株水晶血龙餐 就那么匍匐在唐三怀中 闭着小眼睛睡了过去 毛发也渐渐由刚刚变成的金色 逐渐朝着红色变换 唐三并不知道 水晶血龙餐玉相思断肠红 这两种绝世先品 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小五当初不肯吃下相思断肠红 一个是因为他喜欢那朵大花 另一个也是因为没有水晶血龙餐玉之相配 这一点 就连唐门的记载都没有 在水晶血龙餐的作用下 相思断肠红原本继续在小五体内的药效 已经被他完全吸收 这就是毛发全部变为金色的过程 而现在向红色转变 正是在吸收水晶血龙餐的药效了 小五的身体温热 唐三索性将他放在自己的床上 然后蹲在床前 聚精会神地看着他身体的变化 只要有任何不妥 他也会赶快想救治的方法 时间不长 小五的身体已经完全变成了血红色 蜷缩在那里的他 看上去就像是一块金银的红宝石 通体金红透彻 与之前浴河中的水晶血龙餐 非常相像 小五的身体并没有随着药力的发作 而膨胀变大 只是静静地唐三那里 那股清雅的香气也变得浓郁了几分 静静地看着他 唐三心中紧张的程度超过了昨天 面对白鹤追击时 小五可以说是他心中最重要的宝贝 要是他出了什么事 恐怕唐三直接就要崩溃了 奇异的是 当小五的身体完全变得血红后 又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 这一次 变化的过程更为奇异 依旧是从毛发根部开始 那血红色又开始变成了变色 通透的乳白 就像普通白兔的毛发一样 只是看上去更加柔顺 更有光泽 怎么变来变去 又变回去了 唐三不解地看着眼前发生这一幕 此时他所看到的一切 已经超出了他对五魂的认知 他知道 就算是自己的老师在这里 也未必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他现在只能不断地告诉自己 要相信小五自己的选择 他的选择一定不会有错的 从小五吃下水晶血龙餐 已经过去了半个时辰的功夫 他的身体也已经变回了血白 通体血白的那样子 就像是纯洁无瑕的白血一般 静静地趴在那里 而这时 唐三也明显感觉到 之前小五体内 一直在距离波动的能量 逐渐沉寂下来 散发于全身 不再像先前那样改造他的身体了 只是小五身上 多了一层淡淡的白霜 那是附着在毛发上的 将他整个身体都包裹在内 正在这时 外面突然有脚步声传来 三哥 破枝一族的人来了 泰坦长老让你过去呢 唐三一拍额头 小五的变化 令他连正事都有些忘了 赶忙站起身 小五的情况 现在也稳定下来了 捧着他的身体 收入如一百宝囊 这才推开门走了出去 马洪俊在门口等着 一看到唐三 他就忍不住说道 三哥 那破枝一族 恐怕不太好对付 那个什么组长 看上去相当的难缠 连话都不肯多说一句 好像谁都欠他钱似的 唐三微微一笑 道 别乱说话 咱们先去看看 办法总是人想的 兄弟二人 很快来到了会客厅 果然 会客厅内 已经多了一名老者 在他身后 还站着两名青年 看上去和唐三 白晨湘他们的年纪都差不多 唐三一进门就注意到 这两名青年的目光 不时飘向白晨湘的方向 显然对这漂亮的姑娘 有点一丝 唐三并没有在他们身上 多做停留 就停滞在了那名老者身上 那老人身材瘦长 体型与白鹤有几分相像 但却要比白鹤高出一个头去 他的头发也不像白鹤那样雪白 而是一头乌发 面色红润 但神色却有些阴沉 阴旧的双目 给人一种森然的感觉 白鹤此时正坐在他身边 低声对他说这些什么 显然 他就是破之一族的族长杨无敌了 唐三和马红俊一进来 顿时成了房间内 众人目光中的焦点 泰坦站起身 面带微笑地 走到唐三面前 搂着他的肩膀转向杨无敌的方向 来 老山羊 我给你介绍个小朋友 杨无敌目光一鸣 淡淡地道 老星星 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小的朋友了 泰坦面对杨无敌的冷淡也不生气 对这家伙的态度他早就习惯了 有志不在年高 我这小朋友可不是普通人 老山羊 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他了 杨无敌皱了皱眉 道 老星星 这是我们四族聚会 我不希望看到有外人在 我还有事情要与你们商议 泰坦皱了皱眉 杨无敌今天的情绪似乎不太好 平时他虽然也总是一副阴沉的样子 但还不至于这么不给面子 老山羊 你怎么还是老样子 老星星能带来的 肯定不是外人 牛高也忍不住开口了 杨无敌看了牛高一眼 你是主人 你都不介意 我介意什么 那就让他在这里吧 泰坦的话被杨无敌噎了回去 感到有些无趣 拉着唐三在自己身边坐下 牛高向杨无敌道 老山羊 我们人都来齐了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脸色沉得跟锅底似的 杨无敌冷哼一声 还不是五魂殿那些王八蛋 上三宗毁了两个 你们知道不知道 三位组长对视一眼 同时点了点头 杨无敌冷冷地道 除了五魂殿那些疯子 谁能干得出这样的事 上三宗被迫 五魂殿又要召开重选大会 我所在的那座城市中 有原本七宗的夏四宗之一 他们应该不知道 我们破之一族 与五魂殿的仇怨 竟然来找我 让我加入他们宗门 不然就将我破之一族 移为平地 老星星 老犀牛 老白鹤 你们要当我是兄弟 我们就联合起来 组建个宗门 好好和五魂殿拼上一场 让他们知道 我们单属四宗 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三位组长 目瞪口呆地看着杨无敌 一时间都忘了开口 杨无敌的怨气之大 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意料 此时看来 就像是爆发边缘的火山 杨无敌看向三人 怎么 你们怕了 我们四宗联手 也有接近千名魂师 以我们的实力 联合在一起 也不回笔下四宗 任何一宗差多少 难道我们苟延残喘 就有活路吗 还不如拼一拼 和我做生意的 有两大帝国的人 新罗帝国 我最近一直在联系 如果我们组建个宗门 不如就到新罗帝国首都去 在那里 五魂殿的势力 也不是太强 生存应该问题不大 这些年 我们破之一族 也有点积蓄 短时间支持各族生活 绝无问题 而且 新罗帝国皇室 也会对我们有所支援 牛高忍不住道 老山羊 你是不是吃亏了 你平时可不是这么冲动的 杨无敌脸色变得更难看了 吃亏 何止是吃亏 那下四宗的混蛋 已经准备对我们破之一族动手了 这次回去 如果我再不有所行动的话 明年你们就看不到我了 泰坦道 老山羊 我们的想法 看来是不谋而合了 像贾宗前天也刚来过老犀牛这里 我们单独一宗 今后恐怕都很难生存 不过 我对新罗帝国那边 却不看好 新罗帝国首都 我们都不熟悉 也没有人在那里常住过 我和老星星 老山羊 都商量过了 准备一起到天斗城去 不论怎么说 我也在那里经营了二十年 也算有所根基 给大家也都有个落脚的地方 杨无敌皱了皱眉 到你哪里去 这倒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 我们破之一族的经营网络 都在新罗帝国 如果去了天斗帝国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单凭你们立志一族的经济能力 恐怕也无法养活大家吧 想要建立起一个经营网络科 不是那么容易的 泰坦嘿嘿一笑 道 放心 养活大家 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们准备建立的宗门 名叫唐门 这不 我刚要介绍宗主给你认识 你却不肯理会 一边说着 他向唐三这边努了努嘴 杨无敌愣了一下 目光疑惑地看向唐三 他做宗主 这么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泰坦道 有什么不可以吗 杨无敌猛地站起身 怒视泰坦 老星星 我这都火烧没毛了 你还有心思和我说笑话 泰坦脸色一沉 他刚才被杨无敌顶了回来 心里就有点不快 不论是魂力还是年纪 他一直都是单属四宗族的老大 此时也是怒火上冲 老山羊 谁和你开玩笑了 唐三不但是我们唐门的宗主 而且他还是主人的儿子 杨无敌瞳孔骤然收缩 你说 他是唐浩的儿子 泰坦哼了一声 却没有说话 杨无敌狠狠地瞪了唐三一眼 猛地转过身 就朝外面走去 跟他一起在会客厅内的两名年轻人 赶忙跟上去 老山羊 你干什么 白鹤急忙上前拉住他 杨无敌头也不回得到 你们都向浩天宗妥协了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里没我的位置 我走 就当我今天没来过 白鹤赶忙道 你先别冲动 听我说 你就这么信不过这些老兄弟吗 杨无敌和白鹤的私交最好 听他这么一说 脸色财略微缓糊了几分 让我留下也行 先让那个叫唐三的小子滚出去 还有 不要在我面前再提唐门二字 白鹤的脸色顿时也变得难看起来 不论怎么说 唐三都是他的外孙 杨无敌甚至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 原本的计划 似乎都失去了作用 杨无敌前辈 能否让晚辈说几句话 唐三从泰坦身边走了过来 杨无敌猛地回过身 冷冷地看着唐三 森然的杀意毫不掩饰地骤然释放 我发过誓 浩天宗是我永远的敌人 趁我还能忍耐之前滚出这脸 不然 别怪我令你失衡五步 唐三的目光骤然变冷 看向杨无敌身边的白鹤 就爷爷 麻烦您让开一些 我想看看 杨无敌前辈 如何能令我失衡五步 唐三绝非是 因为冲动说出这些话的 面对杨无敌 他明白 只凭言语的交流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人刚愎的程度 比想象中还要大 不限压制住他的气焰 自己甚至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杨无敌怒急返笑 好好 连个乳羞为干的小子 都敢向我叫嚣了 你是唐浩的儿子是吧 老白鹤 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我会给他流一口气的 白鹤有些焦急地看向唐三 却看到 唐三递给自己一个安心的眼神 刹那间 唐三与杨无敌身上的气势 同时膨胀起来 泰坦和牛高对视一眼 无奈地低声道 打吧 打吧 老山羊这脾气 还是用实力说话更合适 唐三冷静地注视着面前 这位身材瘦长的老人 杨无敌前辈 我们打个赌如何 一旁的白鹤听到这句话 脸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白尘香更是用手掩着嘴 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他们已经从牛高那里知道 唐三第一天来的时候 就和牛高打赌 还赢了 第二天又是和白鹤打赌 眼前面对着杨无敌 居然还是打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